哈囉大家好 請 那麼今天就來下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了好不好 那今天就來打一下我們的真傳奇關卡的高星挑戰 然後這邊來聊聊昨天的這個Vlog的這個環節啦好不好 那我昨天基本上我感覺起來 這樣還有大家的這個回想程度啦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繼續做這個系列 但是後來啊 我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啊 超級白癡的 就是我這邊做這個就是那個 Vlog的環節本來是因為 因為我可能就是有時候要出門嘛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可能就是 就是有些影片還沒錄嘛 然後想說就是出去錄完之後的話回來 就是直接剪輯然後上傳嘛 然後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結果後來我發現啦 並沒有比較輕鬆啦 就是我平常可能不是有時候很晚的回來的時候 可能我就是凌晨三四點嘛 像大家如果昨天有看的話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都會凌晨三四點回來的 然後凌晨三四點回來的時候啊對不對 那個時候基本上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我是還有錄貓戰的這個就是5點半的影片 然後錄完之後的話我才就是 就是把昨天的就是那個Vlog的地方收尾 然後你到那個時候基本上我就是4-5點回來嘛 然後錄完就是我們那個5點半的貓戰 那因為貓戰就是我平常錄這些手機遊戲的話 都錄的這個頂塊了 所以就還行 然後錄完之後我開始處理我們這邊的這個 第一部Vlog影片之後我發現完了 哈哈哈哈哈 我處理完的時候我已經8點了各位 就是我如果平常那個時候處理的話 我可能就是 只要花個又再花個成本世界20分鐘 我就可以把另外一部的這個貓戰的這個 隨便聊隨便打系列的這個影片給他結束嘛 但是我拍了那個Vlog的時候 我整整花差不多2-3個小時把他的這個東西處理完畢 因為我覺得那個要加一點這個小字卡會比較有趣啦 所以我之後的話應該還是會加這個小字卡 但是不太會就是加什麼就是那個字幕 但是就會加一些小字卡當一個轉場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那種風格 所以大家會把就是今天出去玩一些 就是比較有趣的一些畫面啦 就是大家加上一些小吐槽然後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節奏減起來也是挺舒服的 那其實我們昨天出去錄 我昨天出去錄了滿多東西的啦 但是後來就是能夠用上的時候真的 還是又再把他挑選出來這樣子 但真的很好笑 真的我覺得真的挺喜歡的 我自己拍的時候 我自己看的時候也是 唉唷 還不錯 就可以繼續拍這個就是該怎麼說 就是拍這種就是那個 就是回憶錄的感覺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 該是時候可以拍一些回憶錄 而且你們可以從我這邊看到一些就是 就是平常可能你們看的就是影片式的這個 Youtuber嘛 然後他們試一下 到底有多白癡 就是他們試一下比較沒偶包的這個樣子啊 各位我覺得頂好玩的 那對阿 然後就可以就是更認識 我自己生活周邊的這些 夥伴啦 或是朋友這樣之類的 然後這邊我決定要先帶一下 一隻百物狗來緩速一下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所以昨天基本上我這邊 發現我犯了一個大錯 就是 我以為就是回來只要隨便拼湊拼湊 那就可以很簡單的沒有 那我覺得 但是我以後應該還是會錄 但是我應該會改成就是 可能那天錄完回來的那天 晚上我應該還是會錄這個 隨便聊隨便打的這個環節 然後隔天的話 我就不用再錄隨便聊隨便打環節 我就可以就是好好剪輯我那個就是 vlog的影片 可是可能大家看到的話就是會是 前天的這個紀錄片 但是反正有 有紀錄就好了嘛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挺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 會怎麼樣想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啦 因為你們也沒差 就是你們不會覺得就是 前天會幹嘛 你們可能還是會覺得是昨天的 而且有出門之後就可以 記錄蠻多一些事情 因為大家會發現就是蠻多東西 都是一些 突發狀況 然後我就會把它撿進去 我覺得這個也是 鼎有趣的這個一環的這樣子 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啦 如果喜歡的話都還是可以就是 繼續去看一下 反正我只要有出門 我應該就是會 應該就是會拍 嗯 就是 反正就是日常聊聊天嘛 然後就是 換個背景 然後出去跟大家介紹 可能 順便吃個東西 然後可能吃 有幾間好吃的店 然後可能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這邊都吃什麼東西 然後剛好如果 路過哪些地方 是大家 有推薦一些店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就是 再去那些店來吃吃看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挺有趣 但基本上我大部分 會都是以這個 就是我出門要幹什麼為主 就是我不會特別去定義的目標 那像 昨天那個比較算是圖八狀況 因為昨天的那個 靈牙之旅是 突然有參展啦 我有時候可能會就是去 搶先看一些電影啦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 試應會啦 然後展展的話 這還是頭一招啦 所以就帶大家 帶大家走走看那個 靈牙之旅的這個部分 然後之後電影的話 可能就是跟大家講就是 可能也是從家裡開始吧 然後家裡開始 然後過去 然後開始就是 講說今天看什麼電影 然後看完之後可能就是 也不會就是放整場的這個東西啦 就是 進去 然後看完電影出來跟大家聊一下 然後吃個東西 然後介紹一下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就是 本天的這個行程 大概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Vlog系列會做的這個事情喔 那平常如果沒出門的話 大概就還是一樣 繼續就是我們這個 隨便聊隨便打環節 反正就一樣就是 打關卡然後跟大家聊天啊 只是變成就是 變在遊戲上面聊這樣 那如果有出門或幹嘛的話 可能就會提前先錄好 這樣我們之後如果有要出 拍一些就是 那個出國的Vlog的話呢 應該也是會就是在 也是用同樣的這個系列 這個時間過去啦 不過我還是還沒有取就是 還是沒有沒有 還是沒有想到就是要叫那個系列叫什麼 還是其實就隨便 反正就叫個 就是什麼日常Vlog就好了 也不用寫一個什麼標題 我那個時候還在想說 欸要不要叫什麼折日常 然後折日常這個 諧音就很像這日常有沒有 然後想一堆 但我後來講好像不要這麼麻煩 算了 反正就只是一個紀錄而已 對啊 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然後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看著大家留言發現 就是大家以為我是左撇子啦 沒有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一個隨隨隨便亂拍的 我也沒有特別去喬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大家也說什麼話 你的這個皮膚很白皙 可是現在都已經2024年了 你們還相信就是那個影片拍出來的那個皮膚 是我們真實的這個皮膚嗎 那鐵廳一定是有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那個什麼相機 然後特別去調的嗎 就是我沒有特別去額外調 但一般來說相機都還是會自帶一些 就是那個什麼白皙功能或幹嘛的 先跟大家講這個啊 避免到時候大家看到我本人的時候就 那怎麼長這樣 但是輪廓那些應該是不會變的啦 就只是那個膚質可能會有影響 畢竟我也是一個 30幾歲的這個老人 然後皮膚不可能像那個 嬰兒一樣那麼的好不好 Q彈可破好不好 但基本上大家大概率就是大家那個 手機是用怎麼樣的拍出來的 我大概也是用那樣 我也沒有額外去 調什麼太多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也懶得去調這個東西 然後我跟你講我連什麼 我連鏡像都沒調 所以一堆人以為我是 左撇子啊 沒有啊 那個是鏡像啊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是手機然後反向拍我自己 所以看起來當然是用左手嘛 對不對各位 還挺有趣的各位 我覺得蠻開心也是因為大家就是 排斥度不高 就是因為那天沒有出貓戰 大家基本上排斥度也沒有很高 就是大家還是 有些人還是蠻喜歡看這樣的系列 那以後出去玩的話就可以拍了 因為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可能像我在玩的那個卡牌遊戲啊 他10月多的時候會出就是我比較喜歡的這個 角色的這個卡牌了 然後我可能就會就是 就是想辦法看一下能不能用他 就是去打更多的這個比賽 所以可能就有更多的這個 出門比賽的這個環節了喔 那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也可以就是那個 也可以就是 再多多分享一下就是平常出去啊 卡牌一些東西的這個 文化或幹嘛跟大家分享這樣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就我覺得現在來說 就是如果你能夠把你自己的生活化成 就是你自己這個 呃 幹什麼 經濟來源的東西是真的會很舒服啊 因為這本來就是你平常 就是會做我的事情嘛 就像我昨天在 在在那個影片 Herry裡面就講了 他說啊你怎麼突然 突然拍這個Vlog 啊其實我本來 就今天就是會去那些地方 然後我 我可能也是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可能跟 Herry去那個 靈牙之旅會做這些反應 只是我平常都沒有把它拍起來而已 然後現在只是就是 多一個手段拍起來 而且其實我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 是一個一些片段片段 我在那個片段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有這個 初故的這個剪輯了 我就是有先把一些想要的片段 都先留著了 然後之後我們就可以 就是做一波篩選 只是我回來剪輯的時候 我是沒有發現就是 哇其實還挺累的 就是一開始雖然我還要 我還要就是那個什麼 還要就是那個什麼 挑音樂或幹嘛的 現在後面可能會再壞許多 但是我覺得最麻煩的就是 我還要去一個一個 拉那個小字幕小字卡 那個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我可能當下還要就是想要怎麼吐槽 但是我覺得 加那個吐槽小字卡的話 再變成轉場我覺得 還是還是蠻有趣的 就是加那個然後加那個內心話 然後講出來然後 再給大家一個過場 我覺得整體的這個影片 看起來應該是會比較舒服的 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這樣的感覺 對啊 所以大概之後就是會那樣做吧 但是如果真的回來就是 真的太晚或幹嘛的話 我應該就是會把他 摩到這個影片 明天的這個影片 然後當天的話 還是會錄就是我們那個 隨便打環節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感謝大家喜歡 就可以讓這邊 拍更多我自己想要拍的東西 以前是真的沒得拍啦 因為我知道 大家以前就是基本上 你就是看那個 好 因為以前 基本上我開貓 拍貓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 基本上全盛時期的時候 貓戰大概 觀看都是有個一兩萬對不對 那我這邊的話 就算我拍九點的這個貓戰的話 基本上 觀看也是會有一個一兩萬 但是 以我對我自己blog的認知 大概那個 那個時期的觀看大概就是四五千 四五千左右 然後你可能要 剪輯很多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基本上因為 都在家裡忙這個 影片相關的東西 我也還沒有開始就是封卡牌嘛 所以我 應該說有啦 但是就沒有開始拍影片 那時候也還沒開店 然後你就沒有就是太多的東西 跟素材 你也不太出門 所以你就不用就是特別 因為會變成就是你要拍Vlog的話 你就要特別去 想一個題材或是企劃 然後出去吃飯或幹嘛 像是 之前跟那個阿神玩那個 Yamino Game的時候 我就有出去拍一間那個 就是我很推薦的那個燒肉店嘛 那個就是有把安排好了 但接下來這個 Vlog系列的話 就是今天我沒有任何的這個 安排橋段 就是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可能我今天要去哪裡 但是一路上可能就是 跟大家聊天聊過去 然後看路上有哪些 素材可以取景 然後這樣錄起來 比較偏一些日常風格 那就會比較好 那觀看的話基本上就是 那個時期的話大概就是 到個三四千或是四五千 然後現在基本上 因為我不care這些了 所以就只是 好 出去玩我就剛好就是 路多一點素材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 見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再支持一下這樣子啦 所以那個系列 還是會繼續拍下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好不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這個經過 我只能說 原本是想要讓自己輕鬆一點點 結果發現 哇 更不輕鬆啦 哈哈 哈哈 啊